新營蒙 bumper 哇,什麼在這裏? 聽說你們是台灣生產 第一顆渦輪的工廠嗎? 對啊! 這個是我們的品牌可以查 我們第一顆... 全台灣第一顆渦輪 就是我們做出來的 你知道我為什麼過來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 the QCCS,我是許惟誓 今天我們來到台灣 直接找著JS T-PRO 阿傑,來為我們解釋一下,一個Turbo,要怎麼來 我的Turbo叻? 你的Turbo? 那顆? 你的Turbo沒有在這裡啊,我還沒做好 看到我今天的T-Shirt嗎? Turbo is the best! 今天,QCCS,我們就來到台灣JST Turbo 終於來到它的Turbo廠這邊 今天啊,我們就來拍一點點知識型的內容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要了解一下Turbo從A to Z 到底要怎樣做一顆Turbo呢? 不用他們講太多啦 好,隨便講一講就好了 剛開始我們就是要測量一顆新的渦輪 買全新的渦輪回來,去測量它的尺寸大小 全新的放下來,要開始測量,要圖紙 這個是什麼Turbo? T-Shirt 40啊? 卡車在用的啊? 對,卡車在用的,對 台灣的渦輪,自己生產的CHSH的渦輪 這個渦輪呢,我有看過 因為我的山豬曾經用過 然後推不起啦! 所以這個東西尖尖的,它會去碰它 這樣這個機器要多少錢啊? 好幾百萬啊,台幣 用人工去操作 對,人工操作 我不會操作 我同事來操作 哦,有圖紙的,我們就開始加工 這個葉片,這個毛皮開磨的出來 然後開始加工 你要加工嘛,才能變成整支 才會變整支渦輪,有沒有 啊,它的軸心啊 還沒有有一條東西出來 這個東西是在這一邊做出來的 對,靠時間啦 這個就叫做什麼? CNC車床 大概因為加工的繁殖很多啦 那每個葉片啊 它就是每個都要加工完 就開始要研磨了 開始要來這邊研磨? 對,我們要放上來 它會研磨它的這個角度 每顆渦輪的葉片角度都不一樣 那車床,剛才車床車好了嘛 開始研磨這個角度 每顆渦輪的角度不一樣嘛 我這個葉片的形狀出來 我看現在的葉片 有很多種形狀,對嗎? 有多少種啊其實? 這個很難算哦 全世界的渦輪的品牌 那麼多啊 每顆都不一樣啊 像有人喜歡三菱的品牌 有人喜歡蓋瑞特的品牌 有人喜歡IHI的品牌 所以你們 每個形狀都能夠做到? 對 全世界最多人用的就是四大品牌而已 IHI還有蓋瑞特 還有伯格花娜跟那個三菱 三菱重工 這樣我有沒有可能在你們這邊買到一個渦輪 它的外型可能是蓋瑞特 但是我的葉片不要蓋瑞特的 可以可以,我們可以客製 這個就是我們的強項 我們就客製化渦輪 好,所以這個機器叫做? 研磨 它研磨 磨了這個葉片之後 接下來在這邊也是研磨 走改是要研磨 如果沒有磨的話? 沒有磨很出,你渦輪上去就會死掉了 大大個機器就是磨這一條東西 這個機器也是很多錢 走路人都不會賺錢就是這樣 騙人啦 怎麼會賺錢 接下來 這個是加工 這個鋁殼 EVO9 原裝形狀 啊 時速可以改 所以EVO9的Turbo 的Compressor Housing 對對對 這個是在哪裡做出來的? 對,在這一台 洗床 哇,這個很漂亮喔 對啊 這不用藏啊,改條送你就好了 不用藏啊 這台是 彈孔機 準度要很精準 所以它必須要 要去彈孔 車床過後有沒有 我們為了讓它的內孔 更滑潤 所以我們就用彈孔 下去慢慢磨 它算一條一條的 磨哪裡啊? 這個地方 是放那個 我們這個渦輪的 軸 那我們這個 這很精準 所以我們必須放在上面給它彈孔 這個是 算是 車床嗎? 彈孔機 它是怎樣操作 它就是 對 上下上下而已 就這樣 上下上下而已 已經有洞了 但是 我們要更精準 因為它是很細小的 比iom還小 Mu 有洞了 這個 叉叉 更光滑 更光滑 然後更順 只要更滑 就是更好的意思 對 更準 這都是我們的平衡機 葉片這個都一定要平衡 這個都放在上面 它都沒有磨 有沒有 都很乾淨 你看這顆 它就有磨了有沒有 兩個對比一下 它有磨 它就是找它的平衡 哦 有沒有 這裡是有沒有 有磨 就它的重量 對 像我們的輪胎 它就要多那個東西 對不對 要平衡 這個葉片 這是磨這一邊跟 對對對 磨兩邊 每一顆渦輪 一定都要這個製程 所以這個就是 Balancing 這個葉片 Compressor那邊的渦輪有沒有 葉片 這個也是要平衡有沒有 它都有抓平衡 這裡有抓有沒有 對 這個也是平衡 兩個葉片都要平衡 鐵的部分有沒有 我們就是這台在做 這個是Compressor那邊的 鋁的 我們就是用這台在做 哦 這一個是做那個 AZOS那邊的葉片 對 這不是受傷 這是平衡 不是瑕疵品 不是瑕疵品啦 你看有沒有 它有抓有沒有 這裡都沒有 很乾淨有沒有 這裡就有抓 這就是平衡 它的機器有沒有 是有兩款 這種就是說 這是德國 德國的生客 最大品牌 這是德國的生客 這是最大品牌 他說這種東西來用會最好 比較金竹 所以 所以我們就用這台做它 OK 這台是德國生客 他建議我們拿 他建議我們說 呂 鋁業用這台會更好 啊 我們就聽從他們的建議 他們賣這個機器 德國是最專業的 公司 德國最大的公司 那我們就跟他買 聽從他們的建議 OK 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再來就是把渦輪組裝了嘛 把整顆渦輪組好嘛 組裝完以後 它拼了 還會再跑掉 又要再平衡過 對 哇那邊平衡了 那邊平衡了 再平衡一次 裝了又再平衡多一次 對再平衡一次 全部平衡完以後就是組裝了 Google一下這個 全世界德國最大品牌 專門做平衡機的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放在這邊 對 平衡轉轉轉 它轉到很快 對它10萬轉 轉了又再去磨 對又再去磨 那去哪裡磨 這裡可以磨這裡可以磨 它會有雷達 雷達 就是看 喔這邊要磨 對 哪邊要磨 幾度幾度要磨 大概是這樣就組裝了 組裝完就完工了 對組裝完就完工了 你看 終於 啊 踢到 啊 啊 大概的製程 現在這樣子做的是 ball bearing 還是不是ball bearing 大概都一樣 插在那個組裝的時候 不一樣而已 葉片也是一樣 前提都一模一樣 但是不是每一種車都有啦 因為滾住渦輪的那個條件比較嚴苛 不是每一種車都會有滾住渦輪 大量生產的時候 比較 會去開發啦 只有一個客人要我們就去開發 那一定賠錢賠死啦 TD04有嗎?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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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ar哦用TD04 TD04哦我改天就寄一顆去馬來西亞給你 哎喲 這個就是重點了 這個就是重點 這就對啦 現在我們就來到了真正它的JST Turbo 的工廠 它這一邊哦是負責改裝 什麼是改裝Turbo咧? 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sample 這個葉片啊是鑄造的葉片 這叫鍛造的葉片 鍛造跟鑄造差別在於說 耐久度跟那個壓縮比會比較好 耐用度也比較好 密度更輕更快 它鑄造的並沒有 鍛造的同時也可以加大 這個是B&W N20 的引擎 這原廠的你看 Feed-Feed 的 有沒有 這個這樣才是真正的尺寸 哦加大後的尺寸 它是加大蠻多的啦 所有的改裝是改葉片 改了葉片 你的這一個 compression 的 housing 也是要加大 對,我們專門就是做這些東西 客製化處理 如果這邊加大,葉片加大哦 肯定馬力也會上 哦,馬力也大很多 排氣端葉片也要加大 這邊也是有一個sample 改裝了的,這一個變大了吼 對,它變大 其實如果他們改前面那個 compression housing 加大啦 通常 一定也要加大後面這一邊 加大進氣端葉片 那叫進氣端葉片 Compressa那邊 它只是讓你的起步啊 什麼會更好而已 你真正要加強你的大馬力啊 一定要連排氣端葉片都要加大 你知道馬力會變很大,扭力都變很大 再來當然要配合一些電腦跟周邊? 有沒有顧客講 嘿!阿傑啊 我要前面都加大罷子了 後面我不要加大 哦,很多很多 地方那種,都不用寫電腦 哦~~~ 都不用再調了 它直接就加大,它就會增加15%的效率了 這樣子也对我吼 這樣因為還就不用tune過吼 對都不用啊所以 加大進氣端葉片的客人 反而比較多,就是微幅度的調整你的馬力 讓車子也變更好開,更順 然後,因為葉片斷照了,應該也比較耐吧吼? 對,比較耐! 誒,原來可以這樣多種玩法吼? 對,所以我們烏輪改裝就是改這些部分 當然,如果講到改渦輪叻 他們也是有幫人家改這個東西啦,渦輪 如果客人,哦!他是跑電的叻 他們也是有辦法去檢查啊 到底你這個跑電的,像這個是 BMW的啦,他們能夠檢查這個到底還好不好 它有一個機器哦,你看哦,很神奇的哦 你看哦,它會跑的,還會動的 這個它稍微故障,比較不會那麼順 所以,客人拿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幫他測試 看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需不需要更換 這已經講了,改渦輪叻就順便了 如果萬一的這個電子的哦,太麻煩 太容易故障 他們有這個東西,這個就是機械的 他們也是有這種 可以給你換的啦,所以這個就裝在這邊 這東西,客人不知道它會不會壞掉 我們維修加大的同時,改裝的同時 我們會順便幫它測量 如果是壞的,我們就會建議它更換 原廠型的Arcudon 這個如果你的磅數不夠 你也可以更換磅數,我們都有客製化的 那個Arcudon,讓你幫忙調整你的磅數 Arcudon Arcudon,這我們都講Arcudon Arcudon,你要用internal wastegate 就是換這個東西啦 所以介紹完,就是他們的改裝渦輪服務之後 我給你一個黃金30秒 應該不用那麼久啦 就是在台灣裡面我們改裝渦輪啊 也可以找我們公司渦輪工坊 ZST,TOPO 啊,不管你是哪一種車款 在台灣的車種,我們幾乎每一台都有做過 進排氣,加大我們都有做 還有柴油車也可以做 我們柴油車也有在做加大 喜歡,點個贊,還有分享 點贊多一點啦 無論你才會寄過來嗎? 你不要看他這樣叮叮叮叮 要給我其實沒有的 贊要超過1500 他才會給 對 我們下一集見啦 它是一樣大的 對 然後這個有大小大小的吼 對,大小大小 這就辦法開發的啦 誒,這些你們都有耶 對啊 哇,我要這樣的 る… 一點點